第一個電腦程度看得出來目前有23位同學填寫 那其中的話可以看得出來大概有7乘 69.6%是選進階的 顯然大分應該這課程應該是超過2 3分以上的同學 其實應該就會有一點基本的程度了 其次的話應該就是這個入門 入門的話還有4位同學 大概就是也許只會一些基本操作 那因為我還有高階的 甚至有兩位同學已經會寫一些程式了 然後剩下來有一位同學好像是選這個 會用一些VBA的設計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列在這邊 高階 所以其實理論上看起來 進階同學還是為主要的啦 所以我理論上我會以進階這個部分的同學程度當成一個基準 那如果說你選的比較低 就是說你可能程度上沒那麼好的話 那也許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我雲端上面有很多資源 另外的話我會把影片錄製下來 那你可能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回去 可能要多多練習 那如果高階同學啦 那雲端上我還有放一些東西 如果你想要多多預習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電腦程度部分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理論上大部分同學還是都有一些些基礎 那其次的話就是大家的程度 這也是程度 大家有沒有上過相關課程 最多好像是選這個 大概有34大概超過1 3分之1的同學是有上過我的初階課 其次的話這兩個有上過其他老師的課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也超過快3分之2了 其他的話沒上過課 但自己會寫 所以其實大部分同學好像都有一定的基礎 那少部分同學沒上過課 但是也窒息了 然後有一位同學是有在網路上看我一些影片吧 也等於是已經有ready了 所以大部分同學看起來應該都還是有VBA的基礎 那這樣顯然是比較好啦 其次的話大部分同學最有興趣的課程內容主要以哪部分為主 但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爬蟲跟繪圖 所以理論上重點還是擺在爬蟲 其次的話還有這一個 也是樞紐分析表結合這個VBA設計 那當然樞紐分析表它基本上是一個滿方便的工具 只是說呢 OK 同學是有 畫面有 再來的話來看一下 目前有24位同學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停了 其他的話就是一些 一些VBA的處理啦 那其他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概75%以上是因為技能 工作上的技能需求 然後其他因應一些趨勢 然後單純有興趣大概也是佔一半 OK 那為什麼來選這門課 其實因為我的部落格網站的關係 有收到訊息 所以一半是這樣的關係 那其他的話是看廣告連結 OK 那還有同事和朋友推薦 這兩個站加起來超過一半 OK 那所以呢我大概有個底了 就知道說大部分同學其實應該是有備而來 而且其實相對是已經有準備 然後想要知道 這有關爬蟲跟繪圖相關的知識 所以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就開始來稍微做一些 課程上的說 所以第一個我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學習需求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門課其實 其實也算是你說很 算是新的嗎 其實也算是新的 但它等於是說 把這個之前的課程 就有點進階的某部分課程把它延伸出來 那主要是因為 現在整個大環境對這方面的需求 其實越來越大 因為其實你一般很多資料 它都已經放在這個網路上面 那如果說你假設呢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當然一定緩不及其 那其次的話 因為資料量 因為大數據趨勢 所以第一個一定會是大 資料量大的話你就不可能說 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如果一頁的話 Ctrl-C,Ctrl-V OK 可是如果你一百頁,一千頁,一萬頁 那當然你就不可能 再用Ctrl-C,Ctrl-V 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人工很貴嘛 OK 而且如果今天變動又很大 比如說每一秒鐘它變動一次 你又要再重抓 那怎麼可能 那不用一秒啦 可能一個小時變動 你一個小時又要再抓一次 那顯然 如果它的質量大 然後變動又快的話 然後形態又很多元 那你這不得了 你基本上就沒有辦法用人工的方式處理 所以其實大數據基本概念 最基本的就是 這個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那其實就不能夠用人工 那不用人工的話怎麼做 當然要用程式 OK 理論上程式目前最普遍的大部分就是選擇Python 可是Python其實它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後面我會再做比較 那當然不是說今天這個只能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選了Python 那我就捨棄掉Excel 捨棄掉Excel 不是 其實應該是兩者之間 看有沒有辦法可以讓它協同應用 甚至是如果你只是單單Excel 甚至有一些行業別 只能夠用Excel 因為Python它沒辦法安裝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是不是想 那在VBA有沒有辦法做一樣的事情 理論上以我的經驗 其實兩者 Python能做的 其實絕大部分VBA辦得到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轉換 當然呢 比較大的問題是 因為Python現在用的人 相對好像還是比較多 因為比較熱門 所以網路上的資源 你Google比較容易找到答案 那VBA好像就不見得 因為你會發現 VBA好像相對 你Google到的答案其實是蠻少的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我開這門課的一個用意 那待會的話 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大家應該對我不陌生 所以我簡介一下 我有些同學好像 可能沒上過我的課 我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還有一些參考用書 那其實坊間的書籍 這方面的書籍其實也不算多 其實我最早看到 有一本寫的蠻好的一本 那個有關爬蟲的書籍 那個書籍是日本人寫的 而且沒有翻譯成中文 OK 那後來陸陸續續有一些書籍 很多但很複雜 你要自己看懂程式 也許不難 但是要寫出來就很難 所以很多人看得懂但做不出來 所以這門課程一樣跟我前面的客人 有一個連貫性就是 盡可能的教各位怎麼做 所以我的實作部分會蠻多的 理論部分如果你實在是想要知道更多 其實坊間的書籍其實也都有 所以你們也許可以自己再稍微去找書來閱讀 然後再來課程簡介 其他還有相關的案例 大概說一下 其實講簡單一點 就是盡可能的我們要怎麼樣 又快 然後又簡單的使用Excel裡面 這個爬蟲跟繪圖功能 那快速的幫你把 一個這個很龐大的Data Rawdata 快速的變成一個有序的一個圖表 OK 那我們可以一目瞭了 馬上知道說這個資料的大概 趨勢跟變動在哪裡 你可以馬上抓到要領 最後就比較一下Python跟VBA 其實這當然只是一個我自己的看法 OK 那大概我們課程內容設計 大概有這一些 我想你們在講義應該有這些表格內容 其實不外乎就是使用Excel裡面的相關的物件 至於有哪些物件 我們後面再跟各位說明 那關於我的話呢 當然你Google吳老師或吳老師教學 應該都會排在第一個page 尤其是你搜尋吳老師教學 理論上好像整個page大概有10個 裡面有9個是我的連結 因為我寫了蠻多部落格文章 還有我的YouTube頻道等等的 那當然我教過非常多語言 至少超過10種以上 那這門課程大概也跟趨勢有關 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跟程式有關 而且所有東西會產生Data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快速的把這些Data做一些 這個處理 並且做統計分析 產生這個很容易理解的圖報表的話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如果你要做一些決策的話 那該怎麼樣做最好 那你當然就需要用那些工具 所以未來這些趨勢 其實都有關聯性 那這相關的簡介 就是目前的話 大概可以 我剛剛講過啦 你Google或者我部落格 或者我的YouTube YouTube目前是大概3.8萬 然後其他我創業經驗 另外最近也有幫忙做一些命題 審題的動作 我發現現在好像企業對於 Excel VBA 或Excel的相關能力 好像越來越重視 甚至如果你要進某些公司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測驗 出一些考題給你做做看 但如果你不ok 直接就刷掉了 所以有些大學新鮮人 他要進到某些大企業的話 他如果這些關卡過不了 那他基本上就過不去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 在一些業界啦 在推廣部啦 在學校都有收一些課程 那因為這樣 在學校在業界有 所以教育部最近在推動 程式設計的這個部分 找我去做一些短講 ok 然後 自強給的獎 文化推廣部 我的證照大概超過30張 那我的頻道 這個是舊畫面 現在已經3.8萬 那其他相關參考 這個 書目 這裡的話 大概 我舉了幾本吧 大概這些 參考書目的部分 順序 順序 到了 有看到嗎 沒有 有看到這個 等一下 我 現在有看到嗎 這樣有嗎 大概就是這幾本 包含就是函數啦 VBA 然後 VBA的書籍 那最近呢 有一本書我覺得寫的還不錯 那這本書籍呢 他也找我推薦 我會幫他寫 寫一個簡單的推薦文 那這個作者是廖敏弘 他寫 不過他這本書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厚度很厚 第二個其實說真的 程式碼很多 那對一般來說 其實還是偏相對比較 難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程式 沒有很在行的話 那可能應該會看的蠻辛苦的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會把一些 比較 這個複雜的動作 也許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其他的話呢 大概 我這課程有個特色 就是說 我會輔助一些影片教學 也就是把畫面錄製下來 然後 慢慢就是會按漸進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 其他的話大概就這樣 因為真的 你程式聽一次就懂 其實蠻困難的 但你也不用太擔心說你學不好 沒關係你回去再把影片看一下 也許我寫很快 那也許你沒有跟上 沒關係你可以再把你比較不懂的部分 再重新再看過 另外還有一點 其實 程式應該怎麼寫 其實我自己認為 其實應該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 每個人的邏輯思考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寫出來理論上 不應該一模一樣才對 不過前提是 你可能還要對那個程式是在行的 如果你不在行的話 你要寫一個 自己的風格的程式 其實是有點困難 但我會提供給各位一些思考的方向 以後我提供給各位的 這個程式 我應該稱它是參考答案 如果你想要改寫成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其實都沒有問題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會把影片錄製下來 好